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接下來我就跟各位老師來報告一下 我們目前想像機學院的一些想法 今天要舊的內容 請各位老師一起幫忙來構思 人生會希望在九月 有點像試作的性質 剛才陳老師已經跟他說 這是一個希望是跨科技 最重要是在大學生內溝通能力的養成 這些我就不特別再說起 這個都是在計畫書裡頭提到的 重點在哪呢 就是說我們真的會非常希望 台灣的年輕人具有這些金額 科學人物的多元努力 他在學習也好 在思考創造也好 在表達上頭 都能夠把他這個能力充分發揮 當然最重要是對他的社會有貢獻 所以我放了一個 能夠參與這些公益活動 要把它簡單的說起來 整個訴求就是要跨科技 然後以聽說讀寫 為他基本的教育內涵 培養他們的溝通能力 溝通什麼 其實是在溝通科技人文 然後向誰溝通 像他自己以外的人溝通 怎麼這樣說 那平台 實施的方法 各位剛看到就有四件事情要做 我今天要跟各位在報告 就是這個夏季學院 那夏季學院在這個計畫裡頭 有特別一個命名 陳老師你記得叫做示範舞台 換句話說 他是整個計畫一個縮小的 我這麼解釋他 所以我在看過那個計畫之後 我自己定義說 我們的目標基本上 其實是要培養一些青年的領導人 那這些領導人呢 我用兩個更簡單的目標來規劃他 這樣我來思考活動的時候比較清楚 因為希望他們是be connected 我還不太知道怎麼用中文來說 所以be connected 就是人文跟科學要connect 他的學術跟生活要connect 他自己跟他人要connect 我用這樣來想 所以等一下活動的時候 我也會朝這個方向來規劃 第二個是be there 因為剛才提到 希望他們對於社會要有一些貢獻 所以一定要到那兒去 最近我想各位已經看過這個 李嘉童老師講到說 對國際的服務 對什麼原住民社區的服務 我個人也覺得 我們的孩子真的需要be there 不是他去想幫忙別人就好 所以怎麼樣去同理 從這動手做 甚至於真的是很原諒我 我這些英文還沒有辦法 把它用最直接的中文來表達 就是要make it happen 所以的make it happen是 他要知道有一些很creative的solution 來解決他目前在 他自己覺得比較重要的問題 所以我才會有一個叫做be connected 然後be there是我在想這個下棋學任的時候 希望能夠達成的 所以這是我的這個把它整個再濃縮一點的目標 就是他這些是青年領導人 但是希望我們能夠帶領他們怎麼樣做到be connected 跟be there這樣子 好下一張 所以做法 原先的進化裡頭就提到說 希望他們能夠向大師學習 我們會邀請國內外的老師就著科學跟人文的議題演講 但是我呢又加了一個 說不但向這些大師學到 我希望他們還學到一些風采 真的 他們怎麼樣present一樣東西 一筆知識 那他們的那個presenting的那些邏輯 他發表的時候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年輕人非常需要學的 第二個就是能夠以議題為導向 比如說進行分組的討論 諸如此類操練高階思考 這個很重要 最後就是他們能夠有一個發表的這個場地 所以我把這個做法往下頭去 我就想到有一個叫age foundation 我想各位在座教授可能都知道 他們每年會公佈一些很重要的議題 讓學術界來討論 那這個都是我在網路上頭查到的資料 他們在1988年成立 還有一個叫reality club 是做來做回應用的 那他這個foundation重要是在promote inquiry 這其實非常像我們的 我們希望這些年輕人 將來有高階的思考 有那個創意的思考 其實就像這樣 但是這個東西在 在我自己在這個學校裡頭 在帶我的學生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難推動 孩子們都問了問題 或者請他們跟老師溝通 甚至原諒我這麼說 其實在我們學術界裡頭 也很難有這樣的對話 那我多麼希望 既然我們下季學院是一個 一個平台 而且我們希望培養我們年輕的領導人 我真的希望能夠在age foundation裡頭 這個精神怎麼樣把它找來 所以他就這麼說 在這個age foundation 我就在age.org上頭去找到他們說 他說希望我們能夠 arrive at the age of the world knowledge 然後能夠找到 the most complex and sophisticated minds 所以各位可以上網去看 他們真的好多人願意參與那個討論 然後他說什麼呢 把他們放在一個房間裡頭 讓他們ask each other the questions they have they are asking themselves 就是大家來問問題 來提問 所以他每年會公佈一些重要的題目 最近呢 2月16號 他問了一個 這是social psychology 問的一個問題 他提出一個叫third culture 那這個教授就post一篇文章在這邊 這個reality club 各位只要看看這些姓名 像Kahneman啊 Gilbert 這些都有去回應 這些他是reality club裡頭的人會回應 所以他三不五十 包括歐洲也有人自己開始做一些討論 那麼每一年他的問題 今年的問題是 這個 what scientific concept would improve everybody's color tips 2 scale 去年的問題 how is internet changing the way you think 已經出書了 2009年的 也有書出來 那我記得陳竹廷老師 您跟我說過 我們最後的東西 希望也有一些有形的東西出版 對大家都有幫助 教育部的要求 教育部的要求 他也要求 我覺得這是好事 OK 所以我覺得當我們在想題目的時候 當然有一些是我們社會裡頭很重要的題目 可是有一些不妨帶孩子們稍微遠光稍微放遠一點 類似像這樣比較大的題目 那在這裡頭去考慮科學的怎麼樣在這裡頭有貢獻 我提這個只是請大家去看 因為題目如果不夠挑戰性 我們的人物不夠挑戰性 其實不能夠激發我們這些優秀的年輕學子 這是我的想法 就是如果題目他平常就會考 就會在課堂上聽過的話 可能就在網路上 download一些東西給大家看 這樣不太好 而且我個人會想到 這些大師可能不只要他們演講 大師能不能夠變成一個model 大師能夠不能夠 demonstrate 這種inquiry 的精神出來 我覺得很關鍵 我們能不能夠請到的大師 他們能夠相互提問相互辯論 在孩子的面前看到了 這個互相的inquiry 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是我希望能夠在我們夏季學院裡頭 慢慢的把它帶出來的 所以他能夠不能做一個model 好 那回過頭來 整個的計畫很重要 培養那個溝通能力 還是溝通能力 雖然放到聽說讀寫的能力培養 其實我怎麼去想它 我都覺得裡頭有個很重要 就是一個同理性的培養 溝通 我聽 我要知道有沒有聽懂 我怎麼發問 這個問裡頭問權威 問大師 我問同才 甚至我可能要問小孩 其實你會發現我問問題的時候 我就要想到 對方是什麼樣的對象 我問的方式就不同 這是一個同理性 說 我對方懂不懂 我要說些什麼 所以這也就讓我們想到 最近這個大的議題 你哭手可以 可是你哭手給誰聽 你哭手的對象是誰 我覺得要想清楚 你的哭手才會發揮效益 而不是我想哭手就哭手 所以我說這個溝通 其實有一個很核心的東西 是那個同理性的培養 包括讀 我的摘要 我是不是讀對那個作者想要表達的 最後我的寫 我的致詞的選擇 讀者是誰 我有多少的篇幅 包括最後那個標題的定定 這都要考慮到那個讀者 所以整個的發表 需要認識聽眾 跟那個我的讀者 所以這個可能在 我們整個下期選項裡頭 如果講溝通 我覺得今天的孩子 不乏溝通 可是他們有沒有去想 我到底要向誰溝通 那我的知識要怎樣化妝 給我的讀者聽 那個讀者就像我剛剛說 我是權威呢 還是我同才呢 甚至於年紀比我小的 這個可能在我們下期選項裡頭 就可以稍微構思一下 所以整個回過頭來 有主題演講 那如果有主題辯論 我覺得非常好 培養聽的能力 可是接下來我覺得很重要 孩子們聽了 或者說我們參與的人 聽了之後 我只能在知識上頭做連結 包括我所聽到的 我已經知道的 或者我讀到的 reconnected 這個才有辦法 剛剛你講的整合 或統整 或者跨領域 這個可能在 在這個整個的活動當中 這一個很重要 把他所聽的 所知道的 或者別人所知道的 連接在一起 那麼有了這個知識的連結之後 才有說跟寫的 這就是能夠produce出來的東西 不管是要分析 整理 創意 前面我們提到過 好多的能力要培養的 分析整理 然後再有創意的表達 所以可能有幾個活動 我們可以來考慮 一個就是 讓我們的學生來主持演講 那麼他要認識我的講員 不管我的講員 是國內 國外 是多麼的大師級 他去認識他 去介紹他 要能夠感動他自己的介紹 他才能夠感動聽眾 來聽這個演講 所以這是一個同理的訓練 也是去做connected的一個訓練 或者他可以做記者的報導 聽完以後我怎麼報導這些東西 或者他可以做戲劇的表演 或者他可以表演 還有點點點好多 我都強調 我想到這些基本上 是回到我剛剛上面的 在溝通的時候 他做同理的一個訓練 最後當然就是發表 發表 這些都是可以發表的 然後我希望有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他個人方面 他能不能夠想到他的學習典範是誰 以及他的生活做佑名是什麼 我不曉得這個時代 是不是有點改變 至少在我自己做學生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想到 名人說什麼 愛因斯特說什麼 我會memorize這個東西 可是 我知道是九把刀做什麼 對 我知道是九把刀做什麼 我常常跟中學生講話的時候 就說 你有沒有想過要挑戰九把刀說什麼 這是一個思維的訓練 不是九把刀在台南女中的活動 你有沒有想過 這件事情他代表你 他坐著想穿地是什麼 我怎麼挑戰他 我覺得這是我們希望在這個 夏季夏年要改到 好 最後 欸 最後是這個動手做 Be there 所以如果沒有這個動手做 我覺得我們會只做到一半 只有只做Be connected 一定要Be there 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討論 然後當然 對於整個活動 一定要有評量 這個評量包括什麼呢 評量包括 比如說我們的行政支援做得好不好 我們都環境設計好不好 Mission 我為什麼會講到 就是我這一個Be there Be connected 有沒有達到 還是要自己評量 我們也可以評量孩子 還有孩子們也可以評量 我們講員的知識態度跟技巧 是不是像他所期望的 是不是像講員所介紹的 學術的內容夠不夠豐富 活動的內容夠不夠豐富 夠不夠的那個 variety 還有他自己的態度參與程度 我覺得這個都是可以做評量的 好 所以大概我們的活動就是 大概會有這些 我會請在座老師幫我們構思 我們第一個零期啊 我們執行的時候這是一個開始 那如果做得好 我們後面就更容易做 我們後面就更容易做